在这边他说distance between tau p 跟 q 是120km 这一个是他的distance 一两罗里他在早上10点出发 从 p 去 q 然后他的speed是80 他问他几点会到达 q 然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dst 我要找的是time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有t 所以我的time等于distance over speed distance over speed 当然你也可以用speed等于distance over time 然后speed乘time等于distance time等于distance over speed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计 然后我的distance是120 我的speed是80 所以我在这一边120除80 其实他会变成1.5 所以他这一个是1.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等于1.5 小时 这一个是k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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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 hour 1.5小时是1小时30分钟 所以我的10am加1小时30分钟 他就会变成11.30am 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就是他的答案 是10分钟 10分钟 等于distance